好 各位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NFS 档案系统 在使用的状况 首先呢先跟各位简介 NFS 档案系统 它的基本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它的基本的简单的介绍 首先 我们如果讲NFS伺服器的话 我们牵涉到两个DEMON 这个DEMON叫做 RPC.MountD MountD决定了 外界的客户端来连线时 是否愿意接受对方连线跟挂载 顾名思义你看 它叫做MountD 那不就是告诉你吗 它允许挂载或是不允许挂载 就是它在做的 那客户端呢 可以是来自于Windows 或是Linux的机器 等一下我们会用网页来跟你讲一下 在客户端上面有哪些应用 就是你虽然说NFS大部分都是Unix Linux在做的 但是也不一定代表Windows不能连 所以你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 Windows上面可以用NFS的客户端 但是在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当然主要介绍的是 是Linux的客户端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是 当MountD允许你连线进来之后 它会把你的连线要求送给下面这个NFSD 而这个NFSD呢 它会依照它所连接的分享目录 分享目录 假设我们等一下做的范围 会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伺服器上的某一个目录里面 开放在人家做 那这个分享目录呢 是透过NFSD把外面的档案系统操作 送到档案系统上面来进行 而这个送到档案系统上面来进行的行为 中间就包含了 比如说你要建立目录啦 你要建立档案啦 你要把档案扣进来啦 那要看你的权限有没有到 所以NFSD呢 它除了连接分享目录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在传递使用者的身份 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谈到这个问题 它的设定档在中间这个 这个就是ETC exports 等一下我们设定的主要的重点 就在它的身上 我们会用main page跟你解释这个行为 而客户端在挂载时 有一个被挂载的挂载点 这个挂载点就照做 比如说我们许一个挂载点 叫做MNT的teacher这个地方 在这个MNT mount目录里面的teacher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们用挂载mount的指令 把远端分享的档案系统 挂载到客户端的挂载点上 如此一来客户端因为连接了这个挂载点的分享目录 当客户端CD进入MNT teacher的时候 它就等同于进入了伺服器上的这个目录 所以我希望让你了解的是 它很像是一种挂载档案系统的行为 它的挂载就是用Mount 它的卸载也是用U-Mount 只不过它挂载的标的物是来自于网路上 所以它称之为网路档案系统 这是网路档案系统重要的一个分解 下面这个更重要的 对于所有的使用NFS的人来说 都必须先要看清楚这张图 这张图的特性是什么 这张图来告诉你 我们的NFS服务跟NIS服务 这两个都是Sun Micro发明的东西 他们发明了一个很特别的这个东西 叫做PoreMapper 我们的伺服器 不管是NFS Server 还是NIS Server 在伺服器启动的时候 都会主动的与PoreMapper注册 这个动作你叫它登记也可以 你叫它注册也可以 它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机制呢 也就是外来的连线 会先从TCP111或UDP111 先呼叫你这台主机的PoreMapper的程式 由这台主机的PoreMapper程式 透过其他的一些过滤过程 来决定我是否要让你连线 在过去我们用的是TCP Viper 但是今天我们就可能不是这样用 我们今天用的可能是IP Table 在这个状况下 那它允许你或拒绝你连线的过程 是在PoreMapper之外的另外一个程式 就是在TCP Viper之类 重点是如果你被过滤过来 让你允许连线连到TCP111 呼叫到PoreMapper 这个时候你问他 我要呼叫NFS NFS的Pore在哪里 请告诉我 在这里 所以PoreMapper就会依照 刚刚NFS伺服器启动的登记 把PoreMapper登记出来的NFS的Pore 也许是MountD的Pore 也许是NFS的Pore 就会告诉客户端 让客户端正式的对他们的Pore 发出连线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安全 它故意要让NFS或者是NIS的Pore 某些服务形成一种浮动Pore的安全 也就是它的Pore是不一定的 每次启动它的Pore 某些Pore会改变 这种Pore会改变的行为 也是为了安全性的行为 它并没有主动固定的Pore 而我们把所有连接到NFS或NIS的需求 全部集中到PoreMapper上 然后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观察 这个Pore是固定还是浮动 这个时候问题是在外面的客户端 必须要走这条路 才能知道他们的Pore到底是多少 这个像是一个Gatekeeper 所谓的守门员一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当你的NFS或NIS启动的时候 他们会主动的注册到PoreMapper的登记表上 你从外面查询的时候 看看远端主机有没有执行NFS或NIS的服务的时候 你就必须靠PoreMapper给你的报告 来告诉你 现在你的主机就是远端主机 有没有执行有没有执行NFS或NIS 如果PoreMapper拒绝你 你就看不到这个报告 你也没有办法知道 远端的主机 到底有没有开NFS或NIS 或者当PoreMapper坏掉重开的时候 以前在上一个版本跟上上版本 有时候会发生这种问题 但现在比较少没有这个问题了 PoreMapper如果坏掉重开 它的登记就统统跑掉 所以你上面的程式就必须要怎么样 重新再启动注册一次 它的注册的行为是连接在它 启动的命令稿中间 所以你必须要重开上面的伺服器 它才会重新登记上来 所以在NFS部分 有很多人会有一种误解 因为它的讯息是跟你说 你所呼叫的服务未注册 一般同学就 什么叫做注册 注册的行为就是 当NFS或NIS服务 在这上面 启动时会登记到这上面来 就是说你的行为 你呼叫的服务未注册 如果什么叫做注册 什么叫做未注册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这个行为在刚开始学习NFS的时候 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 对一般人来说 因为你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 这是我们下一段要谈的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注册跟未注册的这种行为 首先 这里有一台demo的机器 我这个终端机 左上角这个终端机 是实体机 如果我让虚拟机呼叫实体机 好 那虚拟机怎么去查询实体机呢 我们常见的一种指令 叫做show mount -1 呼叫实体机 好 你可以看到它 mount的讯息 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如果反过来 我从实体机呼叫虚拟机 好 这一台虚拟机是11 IPA 那你看我用show mount 呼叫一台没有NFS分享的机器 你可以看到它说 RPC PoreMapperFailer UnableToReceive Arrow111 ConnectionRefuse 它说连线拒绝 哦哟 连线拒绝 让我想到什么 我是不是有IPTable 挡住人家了 我这里有连线状态防火墙 所以我要跟你说 如果要让PoreMapper可以连线的话 那我就要说 从加一条规则在前面 到Input前 你随时都可以看到 我们使用防火墙的痕迹 Ethernet0-i 收到封包的网卡 是Ethernet0 然后协定是TCP 然后目的depot 是111 主要跟你讲111 这件事 然后呢 dash 新连线 dash mState dash dash state 新连线 dash j Accept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接受了TCP新连线 那我再看 111 再看UDP 可不可以进来 就把UDP加进来 好 好 UDP也加进来 再来一次 过了 看到没 我把TCP跟UDP 111都开放 然后它就过了 它过了以后 现在的问题是 你看到它说 城市 未注册 很多人 看到这个是 无法理解 什么叫做未注册 事实上不是注册 未注册 的问题 是 那个 RPC 的PoreMapper 跟你说 这个 你所呼叫的 MountD 我不知道 我不在 所以 如果我们要观察 远端主机 远端主机 有没有提供 NFS服务之前 你必须回来 看到这个 也就是你要去问 PoreMapper 你问PoreMapper的过程中 你就必须要透过 刚刚讲的这个指令 叫做 RPC Info 所以 我要借助 这一段 除了跟你讲 NFS的缘由之外 因为NFS的使用环境 比较特别 这种比较特别的环境 就是因为 它是使用RPC 叫做Remote Procedure Call 而它使用RPC的时候 我们用查询的状况 RPCInfo -P 呼叫192.168.0.13 这是我的实体机 可以看到 13这边 都是这样 看到没 这就是 PoreMapper告诉你 它有登记 有注册哪些程式 哪些程式 用了什么协定 跟什么Pore 而像这些Pore 很可能 都是动态的 像这些 有一些是固定的 NFS是固定的 TCP2049 或 UDP2049 那 在MountD上面 你看这个Pore 长这样 这个Pore长这样 这很可能 都是浮动的Pore 也就是我下次启动MountD的时候 MountD不一定是吃这个Pore 那反过来呢 如果我用RP实体机 呼叫 虚拟机 RPCInfo -P 192.168.0.11 它必须要接受 TCP跟UDP的111 这是我刚打开的防火墙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它只接受 它什么都没有 它只有PoreMapper 跟回报状态 它什么都没有注册 所以当你问它 它当然跟你说 你没有注册 它说 你的服务未注册 那是没有错的 因为你的程式 本来就没有在我这上面 可以吗 所以 我们先跟你讲这一段 这一段 等一下我们会进行 客户端的操作